第二条是君子内心的抉择 跟小人的内心的抉择是不同的 从他的抉择里面可以分出是君子还是小人 那这一章是子曰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 君子怀行小人怀慧 这一章是出自李仁篇第十一章 君子怀德 也可以当成归相 也可以当成思考 想办法让自己有德性 也可以当成念思 念思就是不忘记去想 让自己如何充实内涵 这个德是充实内涵 能够降服烦恼 降服私欲 内涵是这样的内涵 这叫德 那自然在外向上能够用人来去利益别人 所以 论语里面有一章叫 至于道 聚于德 义人 由于义 聚于德就是内在的涵阳 由于义是外在的一种利益众生的心态 由于义是利益众生的才能跟善巧方便 那君子怀德 就是归相于德 或者心里面想着德 或者念思 念思 说文就叫念思 念就是不忘记 叫做念思 就是不忘记去想让自己充实内涵 充实内涵 这里面包括清静善之士 包括有好的同学 包括学习圣道 学习经典 包括在历练办事的时候 能够历练出这样的心态 这叫怀德 小人怀土 这个土就是归相 也可以说心里面想着 土 这土就是对求田问色 其实这一章里面可以分为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君子怀德 小人怀土 意思就是说 君子他住的地方 因为跟着土来说 君子住的地方 他想办法要跟好人住在一块 跟君子住在一块 所以礼人篇里面说 礼人为美 责不处人焉得志 就是住要住在人风之里 什么叫人风之里 就是人人君子的地方 古人说 千金买乌 万金买灵 可见 住处有多么的重要 好的环境 一定可以塑造一个人的品格跟学问 孟母也是讲究三千 像孟子这样的 甚至被环境影响 可见一般人 所以懂得 使自己有好的品格 有好的学问 他要讲究 他所居住的环境 他所交往的人 他要为子弟来找出路 也是要讲究 居住的环境跟相处的人 这里面如果对着怀土的话 特别是讲居住的环境 就是君子怀德 心里面想着 要跟有德性的人住在一块 小人怀土 怀土就是只想好的地方 比如说这个地方会不会升职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利可图 隐身甚至升官发财 都是小人在意的 君子很在意的 跟有德性的人相处 这个德 包括充实自己的德 小人只想跟有利可图 买地有利可图 住处有利可图 跟人的交往有利可图 心里面也是只想有利可图 这是君子跟小人的差别 君子怀行 小人怀慧 是就行动上来说 上一句是就居住上来说 下一段是就行动上来说 君子怀行 怀行就是办事的时候 他有法则的 怀行就是有法则的 他是有原则的 他是要与法相应的 小人怀慧 小人怀慧 就是小人只想对自己有好处 所以这样的事情 就算不如法他照干 只要对自己有好处 这叫中庸说 行险与侥幸 行险就是他敢冒风险 而且侥幸 侥就是求 幸就是求一时之幸 而且往往得利 可是老子说天网恢恢 天网恢恢就是说 天力其实是很广大的 好像很舒适的 好像报应不会马上报的 看起来好像是漏网之鱼的 法律当中的漏网之鱼 我们现在的民族制度里面 很多都是这个讲究表面 讲究不犯法就好 其实很多人是跟法律挑战的 很多人是游走于法律的边缘 很多人是玩法弄法的 而且可以逍遥法外的 看起来真的是如此的 可是老子说天网恢恢恢恢恢恢就是说 眼前好像不受报 可是后面后面后面就会显现报应 好像后面收网的时候才知道 原来他还是在因果报应里面的 所以这个意境里面说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羊 那个报应不但自己会受到报应 连子孙都会受到余报 所以君子懂得尽得修业 给自己好报 而且让子孙好报 所以叫做君子乐得为君子 小人想要谋自己的利益 不但给自己厄运 也养及子孙 所以叫小人冤枉为小人 所以我们应该是要乐于做君子 乐于亲近自己 来亲近君子 来改变自己跟家庭 跟社会跟国家的命运 那第一种的讲法就是 上年君子怀德 小人怀土 是讲居住 君子怀行 小人怀慧 是讲行动 那第二种讲法呢 是论语集市 陈树德先生 他的讲法 他说 君子怀德 小人怀土 跟君子怀行 小人怀慧 都是讲趋向 这个趋向就是 君子中日所想的呢 是怀德如何尽得修业 小人怀土 是只是求田问社 求田问社就是说 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啊 比如说这个环境 这个地贵不贵啊 住在这里好不好啊 对我有没有利益啊 甚至在商场上 投机炒作啊 在事业上 只讲配合风潮 即使把风俗弄坏了 把人心弄脏了也没关系 只要有赚钱就好 像这种电动玩具业 很多都是这样的 那这都跟求田问社 有关联的 那君子怀行呢 君子怀行就是 行就是懂得 行就是法律 那小人怀慧啊 慧就是利益自己 唯利是图 所以即使 违法也没关系 即使违背良知也没关系 即使违背风俗也没关系 只要有利可图就好 所以陈述德先生对这句话的第二种解释 就是怀 就是心里面想着 他的趋向 他心中的趋向 那以上啊 这两种讲法 学如然说都可以的 从这里面可以看出啊 君子跟小人的差别 在内心的抉择 那也是一样 内心里面的抉择 我们心里面渴望的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住在这里 我们渴望的是什么 渴望附近都是善之士 我们才会选择在这里住 而不是这里啊 地价很高 这个 账得很多 这样来脱手的时候 可以赚得很多 心里面想的 都是如何让自己发财 做生意的时候 想着如何让自己发财 乃至于做事业的时候 想着如何让自己有利益 你即使投机 即使这个 违反法律 即使快乱风俗 即使是这个 让人心变坏 也在所不惜 这就是小人了 所以从这章里面可以看出 君子跟小人之别 在于内心的抉择 以上是这一章的大意 好